那感覺是很年輕的小孩 他衣服上會寫個KILLER這樣 殺手 這是他被判刑的反應 他在笑耶 人們反應死罪犯罪 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些人說就是 那些人他會覺得他耳邊會有這個聲音 這樣去做這件事情 蛤?什麼? 你還沒有訂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記得每部影片都要按讚訂閱分享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喔 整片開始 GO 大家好歡迎回到小弟看小弟雞胎 雞雞胎 今天呢小弟弟休假 所以呢今天有代班的貓咪臭臭 也歡迎臭臭 但是我今天還很爆 對不起因為我不太會抱貓咪 而且他現在有點不耐煩 所以呢我抱不太了 他就是小幫手的貓咪 如果大家想看什麼貓咪企劃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對或者大家可以幫我們想 那個貓咪可以跟秀弟拍什麼樣的企劃呢 好那今天開場呢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判刑嗎? 知道啊 判刑大家通常應該會想到 可能死刑或是什麼無期徒刑對不對 今天呢就是最近我在滑抖音啊 就滑到一些這種重刑犯被判刑的那種 當下的反應畫面 就會覺得哇那個反應真的是 有些人是可能很激動 有的人是完全沒反應之類的 因為就是可能被判死刑 哇被判死刑那種當下應該會覺得很恐怖吧 崩潰吧 因為呢人都會害怕死亡 所以他可能爆肚之類的 對但是也有的人就是完全沒反應也有 或是他已經知道他自己做的罪行 已經就是要死刑 就要有那個心理準備 或是他精神可能比較 本來就是不太一樣不穩定 所以他可能也沒什麼感覺 那今天我們就要看 四個罪犯人被判重刑的真實反應 其中可能是有那種無期徒刑 或是有死刑的都有 今天看到這幾人你可能 會有一個人的反應你會很憤怒 憤怒 就是可能犯人那種凶殺之類的 但是他的反應就很輕浮那種 然後更誇張更變粉的家裡那種 大家可以看到最後喔 好來看之前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請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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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上來看第一個 罪犯人被判重刑的真實反應 我們看是怎麼樣 一個回事 Let's go Go 我們接下看四個影片 那今天第一個罪犯人他叫做 Jacob Matthew Morgan 他是犯了什麼呢 縱火燒死一位 他14個月大的 同父異母的弟弟 好像是被判終身監禁 還是被判15年 這個Jacob Matthew Morgan 是17歲 好像是有自閉症這樣 那假如他被判15年的話 他出來也是32歲了 對而且如果你有些那種是 表現好的話 是不是還可以假信 就找不來 有可能啊 其實什麼事都有可能 對他就是造成他14個月大的 同父異母兄弟 約蘇雅希爾死亡這樣 這個事件是發生在2015年的3月這樣 OK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這個影片吧 當下被判刑的這個反應 3 2 Let's go 他在祈禱這個 他現在在 在訴說他準備被判什麼刑這樣 他在哭欸 我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我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哇 他在爆哭欸 哇 他哭了欸 我覺得他就是 最有應得啊 因為他被聽到他可能 這一生都要在監獄裡面這樣 如果當初不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現在也不會這樣子啦 所以我覺得他酷 我覺得就是你最有應得這樣子 因為他好像有自閉症 所以他的 心情狀況可能是 比較不太一樣這樣 嗯 但是他就是有自己承認 在家中縱火 導致那個他的弟弟死亡這樣 他的反應算是 蠻激動的欸 很激烈這樣 驚訝指數你要做他 驚訝指數可能給他15顆星 我是可以預期他的反應啦 但是就覺得 他要為他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價這樣子 對啊就當初不要這樣做就好啦 我覺得這個很像我們最近 台灣有一個社會新聞 是為了洗碗跟媽媽騎爭士 然後結果把那個家裡燒掉那個 那太誇張了 那是燒18個人欸 可能就是他自己心情不好 他就把全家人燒了這樣子 對啊這真的是最有應得 這我給他 107顆星好了 這個反應 比我想像中還大一點 的確最有應得吧 而且沒有死琴也算是便宜他這樣 OK好 那大家覺得有可能的想法 第一個這個 Jaco Max Morgan的這個 變判情的反應這樣 大家如果有可能的想法喔 有可能的分數呢 我們來看下一個影片 GO 好那第二個影片呢 這個 罪犯的名字其實我 沒有查到 然後他的資訊我也 查不太到 待會這個影片中那個人啊 他常常查他一名 無辜的四歲兒童 對然後好像是他的小朋友 待會後面呢 他還試圖攻擊法官 所以就是可能 反應很激烈這樣 傻眼欸 攻擊法官他真的不要名欸 我們來看影片吧 3 2 GO 到死人 ру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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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喔呦呦呦啊呦呦 TikTok 痾唷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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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怎樣 他要去打架還什麼 因為他原本是這樣扣住嘛 他想要衝上去怎樣是不是 反應很激烈而已 他可能說 什麼你需要判我怎樣 然後要衝上去打這樣子 感覺這個人就是有種那種暴力傾向 送給他16顆星 他那個反應真的有點不太OK 看得出來 就是這種人會做這種 被判刑的事情 這個蠻扯 但是不知道他的資訊 大家可以等人告訴我們 就是他這個案件 然後被判什麼刑 可以等人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吧 強烈 好 那第三個這個事件啊 這個應該蠻多人知道的 這個影片在抖音還是FB YouTube都很紅 這個人叫做 Niko Allen Jenkins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 應該就會知道他是誰了 看過這個人 那他呢 其實非常有名 他是犯了四個謀殺罪 然後呢 有槍殺四個人 然後他在2017年的5月啊 被判死刑這樣 但是好像目前還沒有完成死刑 網路上就是那時候抖音在傳就是 有人看他一眼就被他殺了 看一眼 就是網路上有在傳就是說 好像有幾個被害者 還是某一個被害者 就看他一眼就被他殺了 那這樣不是就等於是那個 8加9 就他可能不爽這樣 你看什麼看什麼 看你眼倒啦 那我們現在要看影片吧 我們來看他 待會就是被判死刑的反應 來喔 3 2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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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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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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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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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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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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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就是在那種 學校槍殺那種 最近不是前陣子才有一個嗎?美國的嗎? 然後殺了超多人那個 欸那真的是屠殺欸 讓你就是沒有辦法逃出去 好那這個事件呢 這個人叫做 P.J.Lan 然後這是發生在2012年的2月27號的一個 俄海俄州查爾登的查爾登高中發生的 然後呢有6名學生被槍殺 導致其中3人死亡這樣 對然後呢 他是在2013年的3月19號被判無期徒刑 然後呢他2014年9月11號呢有越獄 第二天就被抓起來了 大家這個影片呢大家看完應該會很生氣就是 他待會兒的反應會讓人家非常的憤怒 那我們馬上看影片吧 3 2 1 那感覺是很年輕的小孩 他衣服上還寫個KILLER這樣殺手 這是他被判刑的反應 他在笑欸 這什麼人在笑 他該不會比中指 對他對家屬比中指 靠 完全沒有那種悔改的心喔 他在學校射殺3個學生這樣 然後他還比中指 那種真的是超沒禮貌超不尊重的 真的是可以實行 實一實的那種 這件事情我記得非常的有名 對然後加上最近 美國也有一些那種學校的槍擊案 真的很可怕 好那你看給他驚嚇指數多少 驚嚇指數給他20顆星 應該是憤怒指數吧 對他那個反應真的是讓人家很憤怒 剛剛一開始他還在那邊有點微微笑 然後就是那種不以為懶的感覺 他被判刑的時候是在笑欸 有意的那種感覺 就完全沒有要悔改的意思啊 然後這我給他滿分 這個太遲了 然後最後還好像就是對家屬比中指 還是對在場的人比中指 所以這個真的要給他教訓一下 家屬才可能才會比較 KEEPING他們的心情 那我們看到最後一個啦 大絕柳柯倫想法這個TJ練的這個 學校槍擊案的這個時間 大絕柳柯倫想法喔 人的分數人的心得留下來 告訴我們 好沒錯那我們今天看完了四個呢 最犯被判重刑的真實反應啦 那今天看到哪一個讓你比較驚訝啦 我覺得可能就憤怒吧 就最後一個 還有那個 就是臉上有刺青那個殺手 嗯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反應就是 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就覺得哇 真的不懂這些人在想什麼 就是好像沒有感受到說 那是一個生命 活在自己的世界的感覺吧 嗯 他可能真的是 在跟我們不同的時空的感覺 我可能也是給最後兩個吧 最後兩個人的反應都 有點太扯了 就是不知悔改 然後又一副 得意忘形的感覺 所以會讓人家看得很憤怒 就是 就算他們兩個 可能都被判死刑還是什麼 但是他們的反應是那種 又沒怎樣 無所謂的感覺 會讓家屬更不爽 因為像假如被判無期徒情 應該家屬應該還是很不爽 因為他還是好好的活著在監獄 然後人民的納粹錢公養他們是什麼 他好好的活在那邊 那那個死去的人的話 好像沒有受到應有的 這樣吧 對 就感覺死刑會 比較難貧富家屬的傷痛吧 殺害你小孩的這個人 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他活著的話 他就有可能可以出來 或是怎樣怎樣的 因為死刑這個事情 也是已經吵了好幾十年了 也不知道大家想法如何 就是你對於死刑有什麼 像可以告訴我們 可以一起來討論 之類的 對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想法是 如果有一個刑法是可能 在文明社會來講 以牙還牙這件事情可能 並不是這麼的好對不對 就是各界都有各界的看法 對 但是以某種程度來講 也許以牙還牙 是可以還給被害者家屬一個 心靈上的撫慰 但是就很難做到吧 OK 大家覺得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一個想法喔 大家可以留言 對於那種判刑的想法 意見啊 理論啊 都可以告訴我們 可以一起討論喔 不要吵架 OK 好 今天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朋友 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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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